当欧洲各国敞开双臂欢迎乌克兰难民 有一个族群同样从乌克兰出逃 却受到护士 这位难民马莎带着小孩逃难 先生留在乌克兰打仗 他的孩子眼睁睁看着其他难民 离开临时避难所 被波兰人接应到公寓入住 却怎样都轮不到他们 在其他人对你相似的相似 我看着我们 她说很大分别 帮助于乌克兰人 帮助于衣服和食物 甚至于我们的孩子 罗姆人们被相似的 我说不太清楚 这些家庭都是乌克兰人 但他们并非认为乌克兰人 他们是罗姆人 是欧洲最大型的群人 原来这个族群是罗姆人 也就是俗称的吉普赛人 由于外表不是金法毕业的乌克兰人 受到差别待遇 什么你看着这些人在乌克兰人 乌克兰难民中占了约十万人 受到严重歧视 难以找到其身之所 波兰当地一个志工团体 特别出面协助 好不容易找到三间公寓 租下来安置部分罗姆家庭 这位妈妈怀有七个月生孕 带着一对三岁双胞胎 和八岁长子连夜逃难 志工表示 罗姆人通常是大家族 比较难找到安置地点 但他们的处境 和其他乌克兰难民没有分别 他们一样有丈夫留在前线 一样有孩子要守护 我认为在战争 在这些糟糕的状态 我们需要帮助所有人 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会跟战争相对战争 在战争相对战争 那是很厉害 非常厉害 受到种族歧视的 不只有罗姆人 还有这些皮肤有黑的 非裔学生 二月底战争开打时 他们正在乌克兰留学 跟着其他难民想入境波兰避难 却被挡了下来 所以在乌克兰离到国际 我可以说 有种不同的抗争 所以我们有了 一群外国人和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都很简单 另外这位来自康曼龙的留学生 在到达波兰边境前被人抢劫 为了抢回包包和护照文件 和歹徒打斗中受了伤 刀子画到他的喉咙差点没名 这几位非裔留学生 在德国法兰克福的教会帮助下 终于平安 留学生涯因为战争被迫喊咖 明明也是战争下的难民 却因为肤色被人歧视 甚至必须让路给肤色正确的乌克兰人 让他们失望感叹 种族歧视无所不在 TVBS新闻综合报道